COVID-19疫情升温 新加坡自治之工发挥关怀的力量 巩固心灵防护网 像是替照顾户送上防疫物资 或是为医护人员送上祝福包 让大家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推动速食灾介也是关键任务 除了在社区内劝导身边亲友儒素 也步入教育体系 在学生时期就能拥有儒素的正向观念 进而影响家人和社会 不只是慈爱 我们更要爱他尊重生命 不只是在人类 我们更要尊重其他物名 戒慎防疫 虔诚祈福 众人同心协力共同面对病毒来袭 希望这一波疫情早日平息 大家新闻杨爱婷 温国家 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